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您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您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HK01引述的消息人士所說 武牙老虎監警會撰寫的報告 將會遞交給行政長官林鄭 因為已經進入倒數階段 預計最快會在聖誕節前後交報告 這個報告裡到底涵蓋的內容和範圍是什麼呢? 除了在這個首階段研究 主要是針對6月9日至7月2日期間的公眾活動以外 還包括了7月2日以後的大型公眾活動 包括721和831事件 根據消息所說 日期較前的日子報告就會寫得比較長盡 因為多些時間來調查 換句話來說日期較近的日子就會寫得很簡略 即是廢了 那些網民看完這個消息以後 馬上露斥一疊廢紙 還沒看過報告內容 為什麼呢? 大家看看那一篇報道 他所說的就是調查的重點 你就要明白為什麼那些網民會這麼生氣 根本上又再次挑起民怨 就算這個報告出來也沒用 不會平息到市民對於警察和特區政府的怨恨 為什麼呢? 大家聽聽就知道了 他這個監警會 我們就調查不了了 那就是廢了 是不是? 那到底關於反修例運動當中 衍生的投訴 是以什麼為主呢? 就是以疏忽職守為主 那其他的投訴個案 就涉及行為不當和粗言畏語 就是你告訴市民 你這份所謂的調查報告 就是查他疏忽職守? 還有查他說髒話 你不是當市民是白痴嗎? 所以為什麼那些網民一看到就這麼生氣 你查不是查這些 市民要求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很清晰的 是要查警察的暴力 你查這些是查來把屁嗎? 我們看這篇報道 他說關於疏忽職守的投訴內容 是環繞了什麼? 就是主要針對721元朗白三人無差別襲擊事件 他說因為當時有大量的市民報案 打999沒有人聽等等 不只是打999沒有人聽 而且7218三人事件 不是說疏忽職守這麼簡單 而是市民質疑一件事是警黑合作 你提也不提 你查什麼?不只是疏忽職守 疏忽職守只是說999報案中心沒有人聽 還有那兩個警察 是不是有兩個小省 走到元朗西鐵站那邊 在天橋出口走回頭 看到那些白三人在吐人的時候 你這些只是說疏忽職守 但是市民看到的不只是這麼簡單 你元朗警署是不是拘捕了閘? 市民想去報案 你拘捕落閘 不讓人進去報案 有沒有出現過這件事? 是不是? 還有 本來那群白三人不只是晚上的時份出現 在721下午就已經周圍曬馬 當時你依然有警車巡邏的時候 你有沒有對他們去查處?有沒有對他們截查? 你是沒有的 你任由他們到處走 這些就被市民質疑 你巡邏就等於沒有巡邏 變成了一個無警時份 這麼大群人聚集 如果穿黑衣服你會怎樣? 肯定馬上叫他們面壁 罰棋 中學生你也是這樣對待 為什麼你當日完全沒有對他們的白三人作任何調查? 還有 何君曉前博士 何君曉大議員 他在這件事件上到底是擔任一個什麼角色? 是不是要查一下? 查不查這些? 他真的跟白三人親切握手 查不查這些? 好了 還有呢 這件事件發生了以後 好了 隔了39分鐘的警察終於到西鐵站了 然後你就要被電視台的記者拍到 當你追著那些白三人去圍村的時候 竟然跟你跟白三人搭肩膊 你們這些警察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件? 然後就看到他們拿棍拿工具 你就說看不到 所以這個721就是整個運動的民意轉裂點 就是你竟然整群警察完全是不公道、不公正、不公義 為什麼你不查? 你只是說九九九報案中心報你老母 對不對? 不是只有這麼簡單 不是疏忽職手這麼簡單 你如果將整個721事件定調為疏忽職手 你是刻意淡化這件事件的嚴重程度 所以你是查不出個所以言來 大家也不會期待你這個所謂監警會查得了什麼 但是你不要這樣來挑起民怨 是不是? 看見都眼火爆了 好了 你們這些人 當然有人質疑你警黑合作 當然你這個警務處大署長鄧炳強也說過 他出席小桃園飯局 他有解釋的就是當時不知寬鬆些 區議會的什麼成員等等 有沒有人相信你可以的 對不對? 你說不是警黑合作 你就解釋給市民聽 所以就去查 為什麼要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有一個法定權利的機構去查 就不是由監警會去查 好了 你說到關於粗言餵語這些垃圾投訴 更加是雞毛蒜皮 你根本上就想轉移視線 欲蓋離張 什麼行為不當 粗言餵語 用什麼查? 出對市民互丟互炒蟹 那查什麼? 有什麼好查的那些人? 太輕輕了 你對比起過往六個月的警察的暴力事件來說 講粗口已經很溫和很親切了 真的 還查什麼? 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好了 至於他說到 在這個調查當中 因為警察經常不配戴委任證 那會不會影響到投訴成立呢? 原來根據了解 警察在現時收到的投訴個案當中 都是需要確認攝氏警員的身份 而截至目前為止 仍然可以依賴警員編號以外的座證 例如在執勤時間、日子、地點等等 是能夠得到警員身份的 問題就是 現在你所收到的調查 正如這篇報導所說 你是牽涉到那些打到頭破血流 打到爆肝 打到一波一波那些 那些市民是對於你這個警察的投訴制度 是沒有信心的 你監警會調查的時候 其實是很依賴一件事 就是到底那些市民 有沒有主動去到這個警察投訴貨 那裏展開一個投訴呢? 如果他沒有提出投訴 你基本上是查都沒有得查的 那就更加突顯了一件事 就是你這個所謂投訴的機制 包括由投訴警察貨和監警會 所組成的制約警權的所謂機制 是失效的 是無能的 而警權現在就是無限大 所以你還搞這個所謂的調查報告 你這個監警會是沒有意思的 好了 至於現在市民說要爭取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當然是好事來的 但是以後就不能夠再這麼空泛 不能夠被你蒙運過關 你看見這個監警會的報告就嚇死你了 原來查他說髒話 查他所謂疏忽職手 你太輕騎了 不是查這些事情 所以市民應該有一個共識 就是要講得比較詳盡一些 講明的調查方向和範圍 就是針對警察的暴力 包括什麼事件 有些人可以提江揭領地說 721的警黑合作 懷疑 至少要查 你不承認警黑合作 但是要查 因為很多人質疑 831的事件 整班速龍落到太子站 無差別攻擊 打死市民 到底有沒有打死人 這些就是要查 這要查 還有新屋嶺的所謂拘留中心 到底你在那裏作出乾犯了什麼暴行 為什麼那些年輕人出來 會有這麼多骨折的情況 而且他們根本上 面對傳媒的採訪 他們都不敢出自己的真樣 因為恐怕會不會有秋後算帳 以及會不會被警察再滋擾 你以為真是見過鬼不怕黑嗎 所以你叫那些人再走進警察庫投訴 哪有得投一條毛 對嗎 已經對你警察完全喪失了信任 這些人就是 而且再要查 查什麼 警署內部拘捕回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對那些被捕人士作出嘔打的行為 是不是 有人指控你說有性侵犯和性暴力 這些事件到底是不是有發生過 是不是要查 至於在所謂抗爭的現場 你拘捕的時候 拘捕那些示威者 你制服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使用過份的暴力 有沒有行使到私刑 打爆頭 整包維他奶的血在地上 還有 昨天 又有一個女的便衣警員 竟然坐在那個年輕人 14歲 你坐在人家的背部 這些是不是要查 有沒有干犯暴行 為什麼朱經緯那時候要坐牢 為什麼七警要坐牢 那你這些人是怎樣 是不是要查 誰下過決定去圍攻兩間大學 誰說要搞香港版的長春圍城 這些是不是要查 就是要查這些事情 10月1日 在荃灣開槍 在元朗開槍 11月11日 西灣行開槍 三發真槍實彈射中人 是不是要查他們 開得合不合理 還有 11月11日 你開警車 開電單車 撞向市民 是否要查 11月18日 市民走去 即是救理大學生 最終在旺角出現了 人踩人的事件 油麻地那裏 是不是要查 到底是哪一個搞成的 為什麼這些不查 你查來查去查什麼 疏忽職手 說髒話 說髒話 行為不當 全部都是垃圾 告訴你 你要查的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那些事情 也都未涵蓋所有內容 還有那些被跳樓被自殺 你認為是武可疑的 是不是也要查他 還有 當日在理工大學 拉了下去火車站的路軌 不是火車站 在路軌 拉上火車的人 下落都去了哪裡 那些就查吧 喂 這不是查你說的 那些是廢話 你監警會 還有一件事要查的 要加上去獨立調查委員會那裏查 就是調查一下哪一個是拍板買這些國產催淚彈的 而這些國產催淚彈 到底有沒有經過一些研究 證實它是不會對人體產生嚴重 和是有潛伏的影響的 有沒有做過這些研究 到底它這個催淚彈是有什麼化學成份 和那些殘留的化學污染 會對人體造成什麼的效果 會不會致癌 會不會對生產系統造成影響 這些就在獨立調查委員會那裏查 因為你死人都不肯公佈 你說公佈了那個催淚彈的化學成份 以後就會被示威者有所防備 你根本上就是當市民是白癡 難道你公佈了那個子彈的彈頭 或者那些東西是怎樣構造 那些市民就可以用血肉支去擋子彈嗎 是不是 你根本上是不敢說 你也不敢告訴警察 原來這東西是用什麼化學成份來組成的 因為你怕他們不再去使用 不敢去使用 所以這些東西 如果你不說 就由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查 不過 你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到底有沒有公信力 市民收不收貨 就另一回事 因為別人的示威者已經說到 五大訴求 一不可 你只查這些東西 市民都未必肯收貨 不過就好過你不查 以及用這個監警會去查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很怒氣 拜拜